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Liz 今天要讲的话题呢,是早起的几件事情 每天早晨我的morning routine,我早晨是怎样过 大家知道我从,如果有看我上一个视频呢 我差不多从几个月前我就开始练习 每天早晨五点起来 那,在我做几简之前呢 其实我就一直想练习,早晨很早起来 可是一直没有成功 可是做几简以后呢 我这次竟然成功了 而且坚持到现在,我每天都是五点起来 那,在五点到八点半这之间呢 我会做几件事情 让我自己一整天更有效率的过这一天 所以我就把这几个呢 再跟我一起做几简 或者想早晨早起的时候 让早晨的时候时光用得更好的朋友呢 跟我一起做这几件事情 第一个呢,我早晨起来会先折被子 就是铺一下 不是那种所谓则 而是把船铺的被子上面弄干净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 当你先把自己的船铺弄整洁的话 就一天的话就是会很整齐的开始 我是这样感觉 那第二个呢,我会meditate 就是打坐 那也不是很长时间的打坐 一般就坐在那里 然后感谢一下这一天的 就是higher power 就感谢宇宙万物给我 这从a new beginning 一个新的一天又开始 然后我会闭上眼睛 想我今天要做什么 我一般会给自己呢 准备三件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我以前试过 就是安排很多很多事情 可是后来发现说 其实安排很多很多杂戏的事情 不如每一天把三个最重要的事情 要做的先安排好 然后再去安排我们别的事情 所以在打坐的时候呢 我会先感谢感恩今天 然后呢,给我一个新的一天 然后我会 我这里有笔记 所以我会玩一下看 所以呢,然后我会准备三件 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要做的 然后别的小事呢 都是在这三件事情做完以后 如果还有很多时间 我才就会做别的事情 我一直跟我自己说 每天完成三件大事 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别的时间的话 就可以给我一个break 给我一个放松的机会 但这三件事情的话 我是会非常集中精力去做的 那也会带到下一个 就是写 也不算是日记 就是写一个记事本 解下今天这三件 我要做的事情 我会用纸写下来 以前我是用电脑 但我后来发现 我更喜欢用手写的方式 我觉得那个行动 会带动我自己 更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下一个呢 就是我会exercise 就是运动 那我没有做很强烈的运动 有一些人喜欢 比如说做有氧运动 跑步或者什么 那对我来说呢 我做的这个运动 是瑜伽或者拉筋 我会比较倾向于 做一个比较短时间的 瑜伽或者拉筋 我不知道大家想要看 这个视频吗 我有想过要做一个 拉筋或者瑜伽的视频 给大家 但我又不想把这channel 弄得太杂 所以告诉我 你会不会感兴趣看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下一个就是喝水 我会喝一大杯的水 如果那一天我有时间呢 我会挤一些柠檬水 或者维他命C 甘木甘木powder的水 然后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就是不太想做的话 我会直接喝水 那如果喝柠檬水的话 要记得一个事情 就是一定要用吸管喝 因为产期喝酸性的水呢 其实对我们牙齿会有影响的 所以只要喝酸的水呢 或者甘木甘木 或者lemonate 我都会 我一般喝柠檬水 我是不加糖 所以我会用吸管 把它放在舌根的地方 这样喝进去 不会让牙齿坏掉 那如果喝白开水 我就会喝一大锅进去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我要stay 我一定要让身体充满了水分 那下一个呢 就是会写 刚刚说我会写下今天三件事 然后我会记一些事情 像是日记似的 我会写一下 如果我有什么想法 特别是 我如果我有YouTube video 要做的话 有什么突然在打坐的时候呢 或者做瑜伽的时候 想起一个很好的话题 我就会拿起我的本子 写下这个话题 然后到时候会写下很多 bullet point 就是这个话题的下面 要讲几点几点 所以你们看我YouTube video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发现说 我这里有个笔记啊 然后而且会很多点 很多点的把它写下来 那有的时候灵感来了 我曾经有做过 一百点或者五十个坏习惯 或者一百个 让你生活紧紧有条 就有的时候会写很多很多 会停不下那个笔来 然后甚至有时候写一半 但是下午的时候 突然间又有一个 灵感 所以一定要把它们写下来 这就为什么有时候 你们会看到 我说一百个 把生活安排的精进油条 或者五十个 要改的坏习惯 那都是我的灵感 很多是早上 早上起来的时候的灵感 然后如果到晚上 有时候睡觉之前 突然有灵感 我也会要马上把它写下来 因为我发现 就是有的时候 我不写的话 我反而睡不着 我一定要把那个情绪 把它疏通出来 用写的方式 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 情绪疏通的方式 那下一个呢 就是 schedule 我一般会 稍微 就是schedule一下 自己的今天 比如说这三件事情 做下来 然后还有下午 做什么 什么 做什么 我会稍微的 大方向的 把自己要做的事情 都schedule出来 那下一个就是 我会给自己准备 一个很丰富的早餐 从小到大 其实我的教育就是 我妈妈告诉我一个事情 吃饭要怎么吃 就是早晨吃得饱 中午吃得好 然后晚上吃得好 少 早晨吃得像皇帝一样 然后晚上反而要吃得像乞丐一样 可是我发现在美国生活里面 很多人是早晨随便吃一下 然后中午就吃得OK一下 晚上是吃大餐 其实我不知道说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晚上是你反而需要吃得最赖 吃一点沙拉 吃一点清淡的东西的时候 而早晨需要你很多精力 所以你要到吃得饱饱的一天 有这个能量去工作 然后我现在早晨一般 我会做蔬菜汁和面条 如果想吃中餐的话 我就会蔬菜汁和Kimchi 就是韩国泡菜打橙汁 然后泡面条吃 或者吃一些牛肉果之类的东西 反正就是会吃得很丰富 鸡蛋啊这些 大家如果有看我一些片尾小福利 我有给你们看过我做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早晨这一餐 反而是我吃得最最丰富的一餐 然后也是很多蔬菜 我一定要保证很多蔬菜水果 然后很多营养 所以我早晨一般会吃得比较 丰富也比较好 那如果说我那一天正好要做YouTube的话 我一般会在吃完早餐以后 会比较有力气 然后就跟你们做 所以你们会看到我很多片尾小福利啊 或者什么 都是我做YouTube之前吃的东西 那我的早餐有时候真的就像是晚餐 中餐那样很丰富 这就是我早晨起来一定要做的几个事情 那我一直都觉得说 只要你早晨呢 把自己照顾的好好的 你的晚上呢 一整天的精力都会很充沛 所以是一天之际再于春 成一年之际再于春 就是这个道理 好吧 那现在片尾的一个小小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我上次做过就是早晨五点起来的一个视频 然后那个视频有玩友给我留言 那视频还蛮多人看 然后有玩友给我留言说 他没有办法一次就做好 然后我要跟他反映一下 就是我真的不是一次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做早晨五点起来的这一个习惯 我在做极简之前 我曾经无数次 相信我无数次的尝试 然后有几次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尝试着起 可是那时候总是觉得生活的浑浑沉沉的 就是很多东西 然后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真的是早睡早起 然后脑袋里面也想着很多东西 不管是事情还是物品还是人际关系 就每一天都是充满了很多很多东西 照脑袋所以晚上经常反而是睡不着 那晚上很多时候反而要靠 看一些电视啊 直到看 靠看的睡着为止 或者就是做夜猫子刷子手洗 然后一直这样子 这早晨想着戏 可是就是早起了还是要回去睡个回笼觉 然后晚上又睡不着 变成恶性循环 可是这一次我竟然成功的原因呢 我觉得跟极简很有关系 可能就是我清理了东西以后把一些不对的关系啊 和太多就是影响我生活的东西都清理掉 于是我就可以很清静的去睡觉的时候 没有想什么东西 然后如果有想YouTube的一些点子 我也是马上写下来以后 我就可以 像是无事一身轻的那样去睡觉 那早睡的话 那早起就不难了 或者说就算有点难 我也没有想回去睡回笼觉的那种感觉 因为觉得每一天都蛮开心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关联 就是跟我做极简以后 和早起一次就成功 肯定有这个关联 所以如果你们 这是给你们另外一个motivation 就是让你们去做极简吧 极简过好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早睡早起了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